哎 这姑娘咋了 哎哎哎姑娘 哎哎姑娘 你你你你咋了 没事吧 我头有点晕 你你先起来先起来 你头晕啊 我腿软站不起来 你你你你你你你咋了 没事吧姑娘 我可能滴血糖了 滴血糖了 你这你先把这个背露给我 这背露看出怪陈的 你把这背露脱了 滴血糖了 你你那你是不是要吃糖呀姑娘 来来你先往后往后面来一点 来你你坐我车上 你先你先扶着扶着这来 慢点啊 来姑娘你你先坐里边 先坐里边 先坐里边 你你你坐好 我去给你拿一下 嗯啊 你这个腿也上去 等一下啊姑娘 来 来姑娘我这我这刚好有糖的 来 说 说 轻轻点 过不过 过过啊 你看你该多多吃几个多吃几个 咋样你感觉这块 啊 我感觉头还是挺晕的 头还是挺晕的 那那那你要不这样吧 姑娘你在我车里先休息休息一会儿 啊 然后你有啥事你跟我说啊 谢谢你要吧 没事没事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啊 哎呀呀这都12点半了呀 这咋弄啊 哎姑娘你你醒了 你你这会儿感觉咋样没事吧 我这会儿好多了 哎要不要我送你去趟诊所看一下 不用了大哥 我这好多 刚才就是太空了 在车上睡着了 你刚才还吓我一跳 我是大老远过来看 看着你是走着走着就摔倒了 吓死我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早上可能是没吃饭 所以低血糖了 真没事你感觉 真没事了 那你家远不远呀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 我家不远就在这附近呢 你们家就是这村子里的 那就行 那我就不送你了 因为我中午12点 被人家小姑娘约的有个相亲的 这都12点半了 那实在不好意思耽搁你时间了 没事 只要你人没事就行 那我就不送你了 你把这个糖 这个糖你拿着 这不用了大哥 我这会儿好多了 不 你早上不是说你没吃饭吗 你把这个拿着 万一一会儿路上又晕了咋弄对吧 那行 你走个三五分钟吃一克 走个三五分钟吃一克 那太感谢你了大哥 没事没事 那你赶紧回吧 那行 那我先走了 你路上小心点啊 好再见啊 拜拜 哎婆婆 我扫码给你付行不行啊 不行 只能收现金啊 哎呀 这咋弄啊 哎 你咋在这啊 你在这买东西啊 我不是上去乡亲的吗 我想着在这商店里买点牛奶水果啥的 结果人家这店里只能 只能那个啥 只能现金付 扫码还不行 哎 我这身上没现金了 我这刚好有两百 你拿着先用呗 哎呀 那还巧了 那你手机打开 我给你扫过去 没事 你先不用 你赶紧去乡亲吧 哎 那都小事 我给你扫过去嘛 没事 真没事 哎 姑娘 那是钱我咋给你还吗 哎 留个联系方式吗 姑娘 哎呀 这姑娘还有意思的 你就是这个村子吗 桌下面第一家 应该是这家吧 哎 她这姑娘看着眼熟 哎 姑娘 哎 哎 哎 在房屋的村来了 哎 我大姑给我介绍那个乡亲对象啊 嗯 她给我弟子就是 就是这边的 你这么巧啊 对啊 那也太巧了吧 那合着合你是一个村子的 嗯 哎 我刚才给你扫钱的 你还不要 我在车上放了两百块钱现金 你拿着 哎呀 这个就不用了大哥 你说什么 你早上给我帮那么大一个忙 要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咋办了 哎呀 你像谁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帮忙的 一码贵一码 你先把钱先拿着 对吧 收拾收拾 那行吧 那今天我喝口水呗 哎 水就不喝了 哎 这是你们家吗 哦 这是我家 这 哎 不对啊 这是你家啊 对啊咋啦 这我大伙给我给我给的那个相亲对象 他们家也也是这样 难道我走错了吗 我打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哦 你赶紧打个电话 要不然人家着急了 哦 应该应该没错吧 哎 这没心会儿吗 这相亲 哎 我电话早了 啊 啊 喂 哎 不会啊 这么巧啊 这也变巧了吧 哎 你你是你是你是何春梅吗 我我是啊 哎 那你是大姑姑介绍那相亲对象啊 你你是大鞭哦 我就是大鞭啊 哎呀 这咋会有这么巧的事啊 那 那合着咱俩这还没相亲呢 早上见面都见两次了 哈哈哈 那那说明咱俩有缘分呀 哎呀 哎 哎 哎 那你 吃饭了吗 我我饭我我昨天昨天吃了 哈哈 你昨天吃了 你今天吃了没 哦 哦 今天还没吃了 那你 先坐一会儿 啊 我做饭 你 你不做饭了吗 要不 我我我开着车 我带你去你们这阵子上 咱俩下馆子吃吗 身上挺远的 啊 你没事我开着车吗 我这 第一次咱俩相亲的 我咋能让你做饭给我吃呢 没事吗 啊 刚好尝尝我手艺 哎呀 那那不合适 那太不好意思了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啊 就在我家吃吧 哎呀 那那那方便啊 方便啊 哎呀 太巧了 那你先坐 啊 行 我去做饭啊 好嘞好嘞 哎呀 这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啊 嘿嘿嘿 哇 这山里的天都好蓝啊 哥 哎 你做好了 哎呀 不是说简单一弄就行了吗 怎么还麻烦你 把你家坛子都给我端出来了呀 你们平时都是这样吃的 这这是咸菜吗 这个 这个呀 是高山萝卜干 萝卜干 嗯 对 你看 哇 哎 这萝卜干 味着好香啊 这个 对呀 我们平时一到这个季节 就吃萝卜 嗯 春夏吃生姜 秋冬吃萝卜嘛 哦 这就是那个什么 怎么说的 冬吃萝卜 夏吃姜是吧 我先给你盛点尝尝 哎 好 刚好了 你快尝一下 哎 这个是不是很辣呀 这个不辣的 是吗 香很下饭的 我真吃不了辣 我先尝一小口啊 你先尝一下 我加个小块的 你出来 哎 哇 这一口下去干蒙脆啊 嗯 真的好好吃 好爽口啊 吃到嘴里啊 对呀 我再尝一口啊 嗯 行哥 这个药就磨吧 就磨吃啊 嗯 那行 我我我就一口磨啊 嗯 哇 这是这是来个大块的 慢点吃啊 哇 哎 第二口更香啊 嗯 这咋这么好 咋这么好吃 这配着这个馒头 好下饭啊 这个 对呀 你像我们平时早上喝个粥 拌个面 吃个凉菜 提提味儿 或者直接放到里面吃 都快好吃了 哎 吃着真的好爽口啊 而且它很解腻 这个萝卜里边还有一股那个清甜的味道 麻麻辣辣的 咸咸香香香的 但是它又不太咸 好开胃啊 对呀 哎 这个这么好吃 怎么做的呀 这个呀 啊 这个是用我们高山种的萝卜 啊 再把它洗干净 然后切成段 放到这个毯子里 啊 放点调料 盖上盖子 腌制一段时间就好了 我工艺这么复杂呢 怪不得这么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点吧 哥 哎 好啊 啊 哥你先吃 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哎呀 那麻烦你了啊 没事没事啊 哇 哇这太香了吧 这太香了吧 嗯 不是 你这馒头都吃完了 你这个萝卜干 太下饭了 主要是 喝点水 好 谢谢啊 没事 你要不要我给你再弄点馒头来 哎 不用了 不用了 哦 这萝卜干真的好好吃啊 每一口都是嘎嘣脆 嗯 真的就是那个 怎么说来着那句话 冬吃萝卜下吃酱 哦 冬吃萝卜下吃酱 吃了对我们还好嘛 是吗 嗯 哎 这个萝卜干 这哪能买得到 我要买 这个高山萝卜干 你不用买呀 嗯 喜欢吃的话 走的时候我给你带点就好了 哎呀 那怎么好意思呢 你看你这萝卜干这么好吃啊 我肯定要推荐给我那些 哥们朋友啥的 他们买的话怎么买呢 他们要买呀 嗯 他们要买简单呀 点头相机直播间就可以了 哦 你还有直播间呢 我刚学着弄的 那这个会不会很贵呀 你这个还是那个高山脆萝卜呢 这个不贵呀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现在倒手是两瓶 二十块不倒 还不有多家呢 不到二十这么便宜啊 对呀 你像我们平时多吃萝卜 对身体也好嘛 哇 这也太划算了吧 嗯 这馒头能不能再给我来两个呀 没问题 太香了 那行 我一会去你直播间抢啊 我先给你弄馒头啊 好 麻烦啊 没事